今年第三季公屋平均輪候時間上升至5.6年 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 過去一季有3500個公屋單位釋出 強調公屋的平均輪候時間 6年封頂目標不變 上一季我沒有新樓供應 但是我有3500個單位去編配 這些單位怎麼來的呢 就是打擊濫用公屋 有些人買居屋我收回來 或者有些人自願交回單位 但是偏偏這些單位是在市區 就消化我市區的隊 市區的隊頭的人是等得特別久的 大家知道了 個個都喜歡市區 就有些癡癡地等的一個情況 那我這3500個單位 是一半的人都等了六年或以上 三分一的人等了七年或以上 我消化隊頭的時候 那個輪候時間就走上去了